好 開扁 反正那個位置就是 帶個轉新珠的就行了 然後這隊 一次雙成就 每天給一顆 你說什麼道歉那個嗎? 真的假的 這麼摳啊 太狠了吧什麼 這也要摳 不是在道歉嗎 還要大家每天登錄是怎樣 為什麼 補償只有一顆而已 我不知道 可能是想被岩上吧 我也不太清楚 我也不知道他們想做什麼 真的只有一顆好 我等一下來看一下 這麼可能 每次只給一顆 每次只給一顆 每天都跟你道歉 不是我是覺得沒必要這樣欸 你說什麼每天登錄都給一顆就算了 那你的道歉還不一次給十顆到底是什麼意思 哇 他們最近的做法真的是異常的 讓人家火大欸 不知道該怎麼講 他們是不是 不太會安撫玩家還是幹嘛的 都已經在道歉了還要一天施捨一顆欸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不懂 我不懂這個操作是想幹嘛 你說你今天如果說是直接給福利 那種一天給一顆那就算了 所以你今天這個是道歉的 魔法石欸 你還一天給一顆 怕不是想 又想被岩上了吧 我不懂他們 是想幹嘛 就是這種 這種是態度上面的噁心 你知道嗎 就是說 我道歉 補償的東西我還硬要 我還硬要撈一點東西回家 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你們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感覺起來像是這樣 就是我今天道歉 好啦那我 我道歉了吧 那我再撈一點東西可以吧 我再撈一點東西回家可以吧 我再撈一點 玩家的 登錄 登錄 登錄遊戲的那個 時間 就有一點 沒必要你知道嗎 感謝皮卡丘的SGD五塊斗內 開了水妖的二技能 為什麼弱達也還可以補血 因為贏那個之後才要修 他們效率都是這樣 習慣就好 火燒不夠大繼續燒 欸 是我神魔 太厲害了 道歉什麼 好像是 根據我的片面了解是 前一陣子他們誤鎖 其他玩家 就是打那王者杯的關卡 就說 是 您就是違規 然後那個還有人問他說 欸 那你為什麼鎖我 總 鎖人總要理由吧 他說 不好意思我們沒有必要跟 作弊的人講話 他大概意思就是這樣啦 反正簡言之就是他們 他們就是誤所別人 然後態度還很差 這就是懶人吧 所以他們 而且 後來他們經 還經過複查喔 就是說 他們還去查了一下說 欸 違規的人 違規的人到底是為什麼違規 所以他們真的是 他們真的是 犯錯了嗎 或怎樣 然後複查說 對他們就是開了什麼加速器 然後再過一天 沒過一天 過一天之後 他就直接發一公告說 對不起 我們又誤鎖了 更多的玩家 然後再出來道歉 總而言之我覺得 他們那個就是很荒謬 他們判斷 別人 有沒有開掛的那個系統 就是很荒謬 一直誤鎖人家 然後一開始 第一時間還不道歉 反正就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啦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他才有這次的道歉 而且我覺得 他這個 是沒必要 給全部人 魔法石啊 又不甘其他人的事 當然以玩家來講 是好的啦 就是 欸 想賺欸 又撈到一個石頭了 但我真的覺得沒必要 就是這不是處理事情的方法對不對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你發這個好像就是要大家閉嘴 啊不是啊 那又不甘其他人的事情 你應該要 把這 我寧願他們做法是 發給那些 誤鎖的人 多一點石頭 比如說誤鎖的人 一個人就 一個人就 多一點嘛 十顆 還是幾顆的 就是發給他們就好啦 你發給其他人什麼意思 其他人也誤鎖了嗎 沒有啊 你只是想要大家閉嘴而已啊 所以我覺得沒必要啦 然後你不如還把 你不如 這一次其實要檢討的 不是什麼克服欸 他只是 其實神魔力士做法就是錯的啊 他今天 就是找一個克服出來給大家罵 對不對 誒 所以我們克服抓錯了 大家罵他 但事實上是誰 是你們神魔的系統 有問題 抓不到外掛欸 然後你找一個克服出來頂罪欸 他態度不好是 是一個事實 可是 真正大的問題在哪邊 是你們外掛 抓的外掛系統不給力欸 那如果你今天外掛 抓的系統 很給力 就是 都知道誰是真的有開外掛的人 那克服是不是也不用出來道歉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真正問題 搞錯啦 就是你們 什麼 什麼人在搞啊 克服只是按照那個 他們接收到的指示辦事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神魔內部 可能真的要檢討的 反而是 你們抓 外掛的那個方式 是不是可以 再更精準一點 或者什麼的 而不是 你們開個會檢討 就說 喔對 我們檢討處理方法就是 把一個克服推出去 給人家罵 然後就 沒了 這樣你們下次還是會犯同個錯啊 你們下次是不是也要 每次都道歉欸 每次都誤所欸 那你下次是不是 又要那個了 又要出來道歉了 所以這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 對吧 之前也為這個事情道歉了 啊每次道歉完之後就 就忘記了欸 你們懂嗎 欸欸欸欸 每次道歉完之後就 欸 所以 明年又再犯一次錯嗎 就我不懂 他們就一直在重蹈覆轍 就我們前一陣子不是在講嗎 就是 很慘啊 他們一直在做一些 一直在搞自己的事情 你們懂嗎 就是他們自己 就是 他們都自己搞自己都沒有 每次都沒有 真正的 反省還是怎樣的 你們懂嗎 解決事情要從根本解決啊 你派發魔法石不是一個 好的解決方法啊 這邊把新諸葛開 我是不知道他們內部 是否檢討他們自己啦 還是 還是一樣把全部錯都歸在客服上 如果他們最終得到的結論就只有 內部檢討就是 把錯都全部 丟在客服上 那還是一樣啊 下次遇到問題 還是一樣 就是 客服的錯嗎 上面的人都沒有 沒有錯嗎 真正該檢討的到底是誰啊 客服也是領錢做事的人欸 大不了 那客服再換一個 那刺刑有改善嗎 沒有啊 明年還不是一樣要道歉 我是覺得真的很扯 很慘啊 應該是這樣講 你永遠 就只會檢討 提出問題的人 或是怎樣的 或是怎樣的 你們懂 就是我想講的吧 反正就是這樣啦 你以前做事態度也要有啊 對啊 就是我是說 整件事情 的 整件事情 真正的 問題的徵集點在哪裡 他態度不好 是一個問題嘛 但那個問題 我覺得佔整個 這次事件來講的 比例算很少的 可能算20%吧 20%他態度的問題 但真的80%問題在哪邊 就是你神魔 裝外掛的機制不好嘛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啊 如果今天 神魔裝外掛的機制 是好的 是都能夠判斷到 真正有開外掛的人 那那克服也沒必要 就是也不會有克服那個世界啊 你懂嗎 整個邏輯點在這邊 所以我覺得 這隻神魔的 處理方法就是 把80%的錯作怪在克服上 然後在20%的 剩下20%的處理 就是派發十顆石頭給大家閉嘴 就你事情還是沒解決啊 謝謝大家